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天的体验表明 OPPO Reno3系列定位在均衡的5G手机 从一代到三代消磨了个性 没有什么太多的出彩之处 但是把5G屏幕算力排列组合之后 Reno3系列更像是能够走亮的卡位机型 Reno3系列的亮点在于它全系支持5G 分别是Pro版本采用了高通新发布的765G 和普通版联发科的天机1000L 还有就是带有超级防抖的影响系列 那咱们今天着重从这几个方面来聊一聊 Reno3入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比较的轻薄 以这个Reno3的Pro版本为例 机身的厚度控制在7.7毫米 171克的重量采用了双曲面挖孔屏的设计 Reno3是水滴屏的设计 两台手机都是后置的四摄 Reno3的后置摄像头摸起来要比Pro版本更厚一些 手感上面Pro版本的边框稍有割手 总结来说这两台手机就是现在的大重力 电视度并不高 设计上中规中矩 Pro版本采用的是磨砂玻璃的设计 对比起来要比普通版好看一些 配置方面 4025mAh的电池支持VOC的4.0闪充 20分钟可以充到50% 57分钟可以充满 两台手机都不支持无线充电 40mAh的电池基本上可以满足每天的使用 两台手机都支持NFC Reno3 Pro会采用来自三星和京东方的OLED屏幕 三星的OLED屏幕相对会更好一些 但是差距也并不太大 所以这个是要看大家的手气了 Reno3则是采用了三星屏的AMOLED 对比而言Pro版本的亮度更高 我们实测Pro版本亮度554nit 大于Reno3的469nit 播放视频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 Pro版本的色彩更深 对比度更高一些 Reno3在绿色场景中存在过滤的表现 你按对比度较大的场景下 Reno3的画面更加亮一些 而Reno3 Pro则处理的更好 细节更多 总体而言Pro版本90Hz刷新力的屏幕表现很好 使用起来操作的体验也更顺畅一些 那现在新发布的手机都要带上5G 消费者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面已经用脚投票了 同款手机带5G比不带5G的销量差距非常的巨大 但是随着厂商在竞争中不断的科普 我们也知道5G的水非常的深 不仅有模式上的不同 还有频段上的不同 Reno3是支持N41和N78的频段 N79的频段 而Pro版本是支持N41和N78 那目前中国移动主要是用N41和N79的频段来主管 中国联通和中国联系则是N77的频段 但是N77频段里面包含了N78的频段 所以很有可能出现虽然支持5G 但是频段不支持 或者组网方式不支持的情况 以我们手里的这台三星Note10加的5G版为例 我们拿这三台手机做了一个5G的对比测试 测试表的三星Note10加5G版 几次出现虽然有5G信号 但是上不了网的情况 关闭5G之后 反而它能连上 信号测试来看 三台手机的信号基本上相近 但是在多个点位的测试中 我们在中国移动营业厅附近测得了最高速度 Reno3 Pro和Reno3的下载速度 都可以高达480多Mbps 但是Reno3的Ping和抖动要好于Pro版本 三星Note10加5G版的表现其实非常的不好 大多数时候都是4G的网数 只是在其中的一个点 我们测得了200Mbps的速率 不过Reno3和Reno3 Pro的5G表现还算不错 是我们近期测到的最好的结果 测试也表明骁龙765G和天玑1000L的5G表现相差并不大 甚至是天玑1000L表现要更好一些 Reno3呢则采用了联发科天玑1000L的处理器 集成了5G基带也支持SA和NSA的双模5G 而且呢它还集成了WiFi6 Reno3 Pro呢5G版用的是高通刚刚发布的765G 这一款定位中端的5G处理器 集成了高通X5R5G基带支持SA和NSA的双模主网 我们呢对这两款手机进行了性能测试 测试的结果啊有些意外 天玑1000L的安兔兔总分比骁龙765G还要高了2万分 对比麒麟810则多了3万多分 但是啊天玑1000L的功耗和发热控制呢比较一般 压力测试之后啊 Reno3的温度上升了13.2度 耗电呢9% 那对比起Reno3 Pro来要高出很多 天玑1000L的GPU部分呢 采用的是最新的Mail-G77 性能呢和765G基本上能够打平 略高于麒麟810 那在Gaic Bench的测试当中 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 天玑1000L都要高出不少 在AI算力的测试中 Reno3 Pro要比Reno3多出将近4万分 所以呢765G在图像方面的能力会更强一些 那我们实测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 Reno3和Reno3 Pro呢都可以流畅的玩 动快3可以打开高画质 整体都没有明显的卡顿 只是在玩QQ飞车的时候啊 Reno3 Pro的90赫兹的屏幕还是会更爽一些 好 那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影像 这里呢是Reno3 Pro和Reno3的镜头配置 那超级防抖呢在运动视频的拍摄方面 表现相当的不错 非常稳定 两款手机的主摄像头 成像的差距并不大 都能拍出出错的照片 广角的广度也相近 暗光方面啊夜景拍摄的时候 两期的噪点都不小 Reno3呢没有长焦镜头 变焦呢都是靠6400万的主摄彩节 变焦的样张素质自然不如Reno3 Pro 相对而言还是Pro版本的拍摄能力更强一些 我们总结一下 Reno3呢提供了非常均衡的性能 不管是算力屏幕还是色相系统 是一款充满诚意的均衡制作 而Reno3 Pro又在这三个方面都得到了申请 不过呢没有太鲜明的特色 也是这两台手机最大的问题 而仍哥也更加期待2020年 更加精彩的手机机型大战 那我们呢也会持续的关注 给大家及时的分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